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九月茂談,先加關稅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88點 收報25,703點 成交一般是7、888點 今天是期止結算日 港股先下跌,然後反彈 大家看看恆指的走勢圖 恆指開始後,曾經在10點多時 最低跌至25,372點 在午後一路逐步修復失地 然後由跌轉升 最後尾市時,大概升88點 接近100點 接近全日最高位 全日最高位是25714 差11點 即是收市 這個位置就是全日最高位 相對來說,都好像挺穩的 暫時好像沒有跌下去 是不是好了呢? 又未必住 為甚麼呢? 今天結算完之後 就回到稍微穩一點 因為傳出來說 九月中美又會有機會貿談 現在最新版本的說法是 中國商務部今天表示 中美經貿團隊一直都保持有效的溝通 即是說,原本特朗普說 周末講過電話的羅生門 其實很可能真的中方有打過電話給美方 然後溝通過 因為他都說繼續保持有效溝通 溝通過之後 現在決定雙方正在討論 關於九月 中國代表團去付美國的初商問題 現在還在談九月何時去 在華盛頓上再談過 他說如果中方付美談判 雙方應共同努力創造條件 推動初商取得進展 他說如果中國去 就要大家創造一些條件 那甚麼條件呢?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美國你不加我關稅的話 有條件大家去 不過這樣 我今天的題目都是 九月貿談先加關稅 誰先加關稅? 美國坐起都傻 你來不來都好 先加你關稅 為甚麼這樣說?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在聯邦公佈發布通告 確認總統特朗普 將3000億美元中國貨品的關稅 由10%提高到15%的計劃 聯邦公佈了 第一批提高關稅的貨品 包括智能手錶 藍牙耳機 平面電視機 鞋襪等 總值是1250億美元 將會在9月1日 就生效了 第二批貨品 包括手提電話 手提電腦 玩具 衣物 就會在12月15日生效 至於另外2500億美元 中國貨品的關稅 由25%加到30%的計劃 將會在另外一份通告確認 確認之後 就會在10月1日生效 即是說2500億美元 暫時還未確認 但剛才提到3千億 分兩個階段已經確認了 是聯邦公佈 聯邦公佈了 即是會實施了 所以其實現在中美 好像就說有回談 但是在回談之前 美方已經確認要向中國的商品 加徵關稅 中國也都是 現在都沒有退縫 9月1日開始 就會向75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加關稅 換言之 再過幾天 就會看到雙方互加關稅 互加關稅完之後 之後的貿談的難度又會高了 門檻又高了 談得成的機會 我覺得真的越來越難搞 之後如果談不成的話 美國也會繼續再加 一直這樣 所以現在都是一級級 都幾麻煩的一件事情 有沒有一個大智慧的人 去化解到呢 暫時就好像未見得到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是要採取一些措施 擔心的措施 要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為了這件事做好這個準備 要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因為真的加關稅 大家可能對經濟的影響開始浮面 因為這次再加下去的話 就算是美國 你說可能是 這些再加三千億的關稅 主要是美國的人 消費者去支付這個關稅 就是中國是這樣說的 就算是這樣也好 美國如果一些人買少了這些商品 會不會令到美國經濟差一點 會不會令到中國的經濟差一點 都有機會 所以大家都要擔心 就是以互加關稅之下 那個經濟是會走下波的 其實美國的債息 就看到市場對這些擔心越來越高 兩年期和十年期債券的息差 正式倒掛了 之前那段日子 那半個月 之前有幾次倒掛 都是很短暫的 可能不夠24小時的倒掛時間 就是原本兩年期債息應該是低一點的 十年期債息應該是高一點的 倒掛的時候 十年期債息就跌到低過兩年期債息 這個叫倒掛 原本這個情形就很短暫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都比較長時間出現了 大家看這幅圖 美國兩年期債息1.5139里 1.5139里 十年期債息是1.4945里 低過1.5里 高過1.5里 很明顯 兩年期債息高過十年期債息 這幾天 一兩天間都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正式倒掛 其實倒掛了之後 也不要緊要 因為市場對於 美國兩年期和十年期債息倒掛 那個重視性是高很多的 其實聯儲局曾經有說過 看三個月和十年期倒掛 其實倒掛了很久 但不是傳統要看兩年期和十年期的 OK 看兩年期和十年期 其實現在三個月都高過三十年 三十年式 竟然不夠三個月式高 都挺諷刺的 現在兩年期正式高過十年期 美國經濟在過去五十年中 出現五次衰退 都是出現過這個情況 就是兩年期和十年期倒掛 當然兩年期和十年期倒掛之後 其實要平均是22個月之後才會出現衰退 不是說立即就會出現 所以現在市場都是估計 可能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初 這些時間 因為現在你交關稅之後 衰退後 衰退應該都在 可能很大機會在上半年才會出現 真的的話 問題是市場會預先做事 不是說去到那時 才會說沽沽沽沽沽 所以如果去到衰退之前 市場可能已經是下落的了 好了 其實其中一樣是這樣的情況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真是大打貿易戰的話 9月1日真是加關稅的話 中國其中一樣 抵消關稅壓力那樣東西 大家要留意著 就是這個人民幣走勢 美元兌人民幣 現在向上就是美元升 人民幣跌 向下就是美元跌人民幣升 現在這陣子 其實都徘徊在7.15左右 昨天見過7.16 今天見過7.17 這個高位 會不會再進一步 美元進一步上升 人民幣進一步下跌 我覺得機會都挺大的 因為大家 雖然說9月有得商量 但是就先加關稅 有得商量先加關稅 人民幣就先跌 一直跌著一直跟你商量 反正都被列為匯律操縱角 人民幣這張牌都是要打的 種種的情況下 搞到港股其實可能都是橫行 甚至是偏遠的機會大 現在好像彈得起 彈得起要怎樣呢 先要回補這個下跌裂口 這個下跌裂口要先補了 才算是有機會轉好 因為現在這五天是倒營頂 再要進一步 你說真的可以把短線走勢 由現在的黃燈轉到綠燈 起碼要升穿 並收於途中所見的阻力之上 阻力之上是多少呢 是26356 收於其上才有機會轉綠燈 否則現在黃燈如果跌穿下去 破8月15日低位24,900 收於其下就轉紅燈 大家要小心 國企指數的情況都是類似的 最近都是橫行的 真的要好都要上破 並站在8月23號高位 10219 你當它是10220之上才行 但如果只是它自己上去 橫子又上不了的話 就不算數 要兩個都一起上去才是好的 否則的話 好像上次一樣 其實本身國企指數這幾天是強過橫子的 但橫子遲遲都不肯上 結果就是滾下來 又是橫行 橫行一萬邊爭持 爭持是無所謂的 但最怕是跌穿8月15日低位 它說低位是9732、9731 9731.89 跌穿9730 收於其下的話 又是幣加火 短線來看 其實就是說 現在橫行 就等這個 貿戰、貿談、加關稅這些東西 全部都養出來 大家會怎樣做 我自己覺得都是有點擔心的 在這裏最多都是橫行的 除非升得穿 戰縱所指的那些才看好 否則的話 現在不需要這麼快樂觀注 大家其實說有得談 都是拖 很難相信 中美之間 有機會 很短期之內就達成協議的 其實現在可能特朗普急一點 習近平不要這麼急 大家都知道 習總在內地已經說到 就是自力更新 大家都覺得他想說打持久戰 打持久戰的話 其實特朗普急一點 因為他明年要大選 如果再拖下去的話 很可能影響他明年經濟會衰退 影響他選情 所以他急 但是他急的話 如果不急的話 怎麼辦呢 拖 所以拖的話 港股未必很有利 短期來看 就看著橫行 如果傾向性 就覺得下跌機會較高 除非升穿 圖中所指 恆指各指 都是這個綠色戰墜位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